李梅珍 高雄市长补选 国民党参选人李梅珍持续败票行程 8号下午来到关帝庙 身旁还跟着党中央青年团的执行长帮忙拍照摄影 发言人洪于倩也在旁协助 只是人手都给了 蓝营的选举策略相较绿营似乎还不明确 党中央这边就是有跟我密切保持联系 可是党中央这边就是提名年轻的 他希望就是有一些创新 然后让我们年轻的自己去发挥 发挥不一样的选战 强调党中央给空间发挥 指示资源该怎么用 李梅珍是否还在摸索 因为传出青年团人力只被当成工读生来用 原本本周要下去帮忙的台北市议员 也在出发前一刻临时喊咖 因为李梅珍只打算让他们陪既定的扫街行程 这样选战因为时间很短就要进行补选 跟一般我们的这种市长选举是一年多的 这个战争的节奏跟速度我觉得都有所不同 当然就会需要时间去磨合 自家人话说得委婉 不过接下来该跑的服选还是会去 只是这似乎让国民党中央很急 尽管李梅珍还没开口求远 也紧急派出秘书长李乾隆前往高雄坐镇三天重整团队 我们如我如土啊 因为每天几乎都有行程啊 我也是一样时间也都有安排啊 我明天又要下去啊 对啊 所以刚才秘书长已经先下去了 所以努力当中 不努力可不行 据悉国民党内自评 盼这场补选能保住蓝营基本盘 双方差距不超过30万票 毕竟这场选举似乎也攸关江启臣的党主席位子 这次不选战输的话 那江启臣有没有需要辞职 这个有必要到这样子吗 王金平打原场 只是这一仗要如何打得漂亮 国民党中央恐怕不能再让李梅珍自由发挥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8号移师难投举行 据悉党代表十分关切高雄市长与议长补选的选情 江启臣回应 议长之位一定要抢下 市长选举要打得漂亮 还透露他曾在前议长许昆元灵堂前发誓 一定会保住议长之位 否则他没脸再当党主席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